你好 妹妹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顾星 顾星 两个字对不对 嗯 好 那你告诉我 你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烧饭 真的 那你是真的烧烧的 还是假假的烧一烧呢 真的 你会烧饭吗 我长大了 你知道什么叫淘米 弄一碗米放在盆子里边 冲点水淘一淘就叫淘米 真不错 淘好米之后呢 淘好米之后就烧 烧好了 放在哪里烧呢 放在烧饭锅里边烧 饭锅里面要煮多少时间 很长的时间 那它会水会煮的时候 会出来吗 溢出来吗 有时候很长时间 它就会铺出来了 那铺出来上海话就铺出来 铺出来怎么办呢 铺出来就用个拖把拖 明白了 你们家铺的蛮厉害的 一直铺到地上的是吧 那你们是用电磁炉烧饭呢 还是用煤气烧饭呢 煤气 那如果煤气的话 就稍微危险了 你有没有说是家人 没看到的情况下 你自己烧饭呢 自己烧饭 但是我劝你以后 就不要做这个事情很危险的 好吗 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烧饭的 好吗 那我觉得你能烧饭还真的不容易 你会淘米对不对 你除了会做饭 喜欢做饭之外 还喜欢做什么事情 还喜欢我自己做拍照 你自己自拍吗 嗯 这就是90后习惯的 像你这个00后的 也喜欢自拍啊 你怎么拍用什么拍呢 用手拍啊 你拍一个给我看看 用照相机拍 对啊 我刚才没反应过来 我以为他用一个手自己拍 原来是用手自己拍 原来是用手自己拍的 照相机 真的是太笨了 比我聪明多了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一个照相机 你怎么拍 告诉我一下 用手 旁边不是有一个开关吗 对啊 按一下就能拍 明白啊 但是这对别人拍嘛 你对自己拍怎么拍呢 自己拍就用大人的手机 来给小孩拍啊 怎么拍呢 用大人的手机 上面也有一个开关 就能拍出来了 按一个键 什么键呢 按一下会自己对着自己拍吗 就是这样子 拿了一个东西就能 上面就能 反过来就能 对自己拍了 聪明 看来你的确是拍过的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见过上 马路上有很多姐姐啊 阿姨啊 拿这个照相机这样 就是表示他们在干嘛 拍照呀 对的 你的这个感觉 明显觉得我这个人说 刚才一段话是多余的好 你好像有点 就是觉得我们谈话很无聊是吗 你觉得我们谈话很开心吗 还好 那还好 我增加一些信心 你再来聊其他的好不好 好 除了拍照之外 你还喜欢做什么 弹钢琴 OK 你在学琴吗 在学 狼狼是谁啊 什么狼狼 就那头狼啊 狼就是动物呀 对的 那么狼狼呢 狼狼就是两个狼呀 好 好 好 没错了 人家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 希望你弹钢琴以后 可以像狼狼那么有出息好不好 你觉得以后你会成为钢琴家吗 能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凭什么你可以成为钢琴家呢 因为我弹 我弹钢琴弹得很好 我都没有听过你弹的琴 你怎么知道你弹得很好呢 你在电视里 你怎么听得到我弹的琴 我在家里弹琴啊 又不是在你这里弹琴 这倒是的 我明显感觉 你刚才看不起我的谈话了 又觉得我刚才讲的是废话了 好吧 你告诉我